出落台中市東區全新日系購物商場 1月17號正式試營運 有些店舖搶先開箱 日系服飾品牌展店再多一間 共同打造全台首間生活美學概念店 另外中部第一間的 還有日系母飲用品店 整棟商場分為南館北館 店舖面積超過2萬坪 北館就是類別比較清楚的一些專櫃 大概約有200多家店 那南館這一邊呢 就是比較以大型生活用品類的 專櫃為主大概有40家店 商場位於台中東區靜德跟中校路口 只是這麼大的商場 開在交通要道 及台中最大傳統市場附近 交通問題備受考驗 平常就還滿混亂的 所以如果這裡人暴度的話 可能交通事故可能會比較多 這裡動線感覺沒有很好 但是開在這裡 為了促進這附近的繁榮吧 年節採買人潮即將有限 商場又選在此時幸運 必須同時容納市場採買民眾的車輛 及逛商場的人車 周邊有位置可停車嗎 業者其實早有料到 那另外我們也在附近租了一個 臨時的停車廠 可以提供超過1200個機車的停車位 業者表示館場內 本來就有設停車位 另外還向周邊市場租借停車格 甚至安排通往台中車站 來回的接駁車 不斷喊話來常鮮逛街的群眾 多利用大眾運輸 希望車少一點緩解交通 打結困境 三地新聞將聚昂李建穎 台中報導